认识马来西亚的骄傲 让你的孩子成为未来的冠军 美露让你认识马来西亚 全国家跨栏女将莫小薇 退休后你还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吗 退下来的时候到现在 其实我尽量要 免贴我自己的日常运动 星期六或星期日 我会去跑跑啊 做一下gym这样的 第一当然是为了健康啦 第二就是我习惯人出汗的感觉 你有什么方法 让上班族也在周末动起来呢 我觉得当你到weekend 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 你都通常都是想 迟一点提升啦 吃一个比较晚的brunch这样 但是我们可以 再迟一点的时间去做运动嘛 有时你进进gym也不会很晒 或者是迟一点 五点多六点的时候 也可以做运动啦 运动其实 如果你有regular 运动exercise的话 其实对一般人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从以前到现在 影响你最深的是哪一位教练呢 为什么 我觉得有我从小到 我成功退下来的日子 我经过了不同的教练 每一个人对我深刻都很深 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同 从小学的时候 就是吴永光老师 就是他从小学那边 发觉我有这个 在跨栏的潜能 是他鼓励我去的 他也是一个排球界 反而 我也是有参加排球比赛 反而他是推我去 前进比较多 他觉得 我跨栏有那个潜质 然后到了state level的时候 就是coach 他也是把我带到 每一个阶段 都有很多提法 每一个教练 都对我流过很深刻印象 我不能讨许哪一个 有什么感谢的话 想要对你的教练说呢 很感谢他们 把我带到今天 有第一个教练 吴永光老师 然后到我的苏联教练 是Edwin Orzolin 他现在回去苏联了 然后接手过后 就是Idiis Konchinska 是从德国来的 到现在我国的 Ironman Coach Hanapianase 是我 before我 retired的时候 那个教练 我很感谢他们 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了 在低潮的时候 高潮的时候 他们都一直出现在我身边 没有因为我 受伤或者是 很低潮的时候 走出我的世界 没有 他们就是一直 拖着我手 走到我要 hang my spike为止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你最崇拜的运动员 是谁呢 为什么会崇拜他 最崇拜的就是 我刚刚要退下来 那个教练 Coach Hanapianase 他到现在为 是国家的 Ironman 是Decathlon的 我手 我为什么会崇拜他 是他教会了 我很多东西 而他面对的 每一个逆境 都是给我很多启发 他告诉我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 Champion 就是同你在对潮 在setback的时候 再回来 再成为 那个就是Champion 所以是想 你很低潮的时候 你一定要 make a comeback 你才是属于Champion 他给了 那一个phrase我 我退下来的时候 我不应该 在这边走掉 我应该要 make a comeback 我会拿着 这句话 我很难会觉得 我是失败了 然后我走开了 这由营养美味的美露 为你呈现 美露激发冠军的潜能 给你超越前进的能量